请吴部长 官员你好 吴部长 无可否认的教育部将来跟体委会与清辅会合并之后 对于未来的组织整并 如果我们没有做好这个基础的工作 未来整个教育的工作 整个国家教育的大业是不是运作上能够顺畅 是不是核心价值可以被适当的掌握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立法 那当然就这一次的组织法的法条上面来讲的话 因为有许多的第二级机关以下 我们是不列入组织法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遇到一个困难 就是教育部送进来的组织法 其实我们看这个组织法的文字 因为它相当的上位 所以基本上恐怕是这个见解上 彼此的差异不大 共识会非常的大 但是重点在于目前 私处属层级的教育部的规划 我们看起来问题就非常的多 但是这个问题在今天审查的时候 因为它不属于组织法审查的范围 我们在对于部长所提出来的建议 我们会遇到一个困难 就是部长说不定回去以后认为 自爱难行 还是我行我素 有关于这一点 部长您在这里的承诺 您对于说这个组织法送到我们立法院来了以后 对于不列入组织法层级的所谓的二级机关 部内的二级机关以下所有的职能的分工 如果我们所做出来大家有共识的意见 院会通过的意见 部长回去会不会遵守 当然行政是尊重立法 那如果经过立法院的院会通过 教育部基本上我们会遵循 我们很希望教育部能够遵守 那至于说我们委员会里面 或者是将来整个立法院 能够凝聚是多少共识 那是我们要对全民负责的问题 但是当立法院通过的东西 我们希望部长您能够遵守 那以本席看来 其实本席认为 如果抓住部内的二级机关以下 目前的职能分工 有许许多多非常重大的问题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会认为说 你轻霸凌中国防 也就是目前我们所有反霸凌的 整个的教育上最迫切的这个问题 我们在组织法上面 没有看到部长把它落实 我们知道在上个会期 高教技主都有学生书 对不起你把它拆散了 你把它拆散了 本席认为反霸凌的业务 是必须要放在你的一级组织里面被处理的 也就是整个部的二级机关 那么反霸凌的业务呢 本席认为它必须上升到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当然是执行业务的层次 我不反对执行业务的层次 它或许应该是打散在国中小以及高教等等这些领域你下去做 甚至于其实高中也有霸凌的问题啊 你可以到宗教甚至于在上升到中生学习都没有关系 但是属于整个反霸凌的很上位的部分 本席认为你在师培的部分 部长你在师培师里面 你放的反而是教官体系的所谓的全民国防 我们反而看不到你在师培的体系里面 把反霸凌的专业辅导与管理放进来 我认为专业辅导与管理应该上升到师培的阶段 他在师培师里面要成为师培师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你现在连一个专业的科主都没有 反霸凌的东西你把它放在一般学生事物 其实你如果把它放在师培里面 你现在师培放教官在师培里面 你把教官教师化 也把教官法制化 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不恰当的 师培的体系 老师直接面对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第一个是教师管理教室管理的能力 在教室里面的教室管理的能力 那是专业的能力 第二个是当有霸凌事件处理时候的危机处理的能力 第三个是整个学校体系掌握环境系统的能力 这个环境系统它包含的是家庭的问题 它包含的是组织帮派的问题 是社区治安的问题 以及社区资源整合进来的问题 整个反霸凌的业务包含这三个层次的时候 它是一个专业的能力 而台湾你现在这么急着要让学校所有霸凌的问题 完全解除的时候 几乎是不叫而杀 因为我们过去长期在私培体系里面没有这一块 我们现在是紧急补助了一个辅导专业人力进来 本席在上个会取提案最后通过了 要补两千多个辅导的人力跟社工的人力进来 那个是整个协助处理的一个力量 但是除了这两千多个协助处理的力量 它有更重要的部分是老师本身 在反霸凌的这个议题上面 我们有没有落实到失陪 有没有在失陪体系里面告诉老师 零体罚的时代教育的管理是什么 反霸凌的技术在哪里 他的专业是什么 本席认为你失陪所非常需要的法 我觉得委员讲得很好 这也是我们成立是非法培议室要强调地方 你反而把教官放在失陪里面 这个是其实部长 这个是你内部包括大学的教授也来陈情 包括你们内部组织里面的同仁 层级很高的官员也来陈情 都认为说你把全民国法 也就是把教官的体系跟失陪 跟教师培育的体系放在同一个师 等同于教师培育 我们认为问题不只是在你把教官法制化 教官不会出教育 你还把反霸凌的辅导的又把教官要教师化 你除了班师夺奖以外 现在把他教师化等同于师培 当时是因为全民国防教育 需要这方面的师资 如果社会有一个 你把它放到中心学习 你是教育部的组织里面弄个全民国防 今天早上我也认为说其实像综合规划师 学生卫生科或是原住民及少数族群科 你不要去碰原住民跟少数族群 你教官 你不要把教官放到这里去 我说把教官拿到综合规划师 教官拿到综合规划师 那个是规划 综合规划是政策规划也不对 本席现在看来看去可以放的是终身教育跟教官 跟全民国防在一起 这个没关系 我们将来可以讨论 但是无论如何 我很高兴部长你接受 你接受说他跟师资在一起是不适当的 对不对 如果有疑虑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有疑虑 我们还是维持现状的军训处的业务 我们不会去加强 我们把军训教官的业务 如同学生事务一样在执行面打散 这是OK的 我们认为这是OK的 你特别要把它集中 你才会有这个问题 但你不必集中这个部分 你把它跟学生事务一样的 是打散在各级的教育里头 你是可以的 你在宗教里头有教官的业务 因为是每一个师都受到发科的限制 反而是你说解决霸凌 是辅导人员跟教官要这个相辅相成 还有老师一般老师也要 对啊教官国中小有教官吗 没有 国中小没有教官怎么跟教官 所以你要让教官下放到国中小 他里面第一个方案 就是要强调师助的素质 部长本席要知道 你说这个反霸凌是教官跟老师要 你要把教官也下放 也向下延伸到国中小吗 没有 不会 因为你刚刚那样讲 好像因为国中小现在霸凌最严重 你说霸凌是老师跟教官要一起做 在学校担任辅导工作 所以这个话恐怕是一个恐怖 都有责任 来部长 另外本席也反对 你对特殊教育不够重视 特殊教育一定要单独成私 因为他的业务其实涉及的 整个国家的特殊教育 我只有八个师 没有问题的 这是摆得进去的 你只需要 你只需要把 把中生教育 本席认为中生教育是可以抽出来的 中生教育跟清廉辅导是应该要放在一起的 你现在清廉发展课就单独成科 特殊教育 清廉发展课只要是清五会 清五会 他有好几个处 对不起 部长 你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你现在都在处理人跟职位的问题 因为有清辅会那批人 清辅会那些职位 所以你必须把他独立成一个师 其他的不能交进来 他两个处到 你应该是要以职能 你应该是要以职能 没关系 你还是可以 但是你把他职能重整 中生学习跟清廉发展刚好可以衔接 其实中生学习 他是成人教育也好 或者是社会教育也好 过去社教师也没啦 对不对 社教师现在也没有啦 所以你刚好把中生学习跟清廉发展 衔接在一起的时候 他非常完整 在学校的时候清廉发展 出了社会是中生学习 所以清廉发展跟中生学习放在一起 反而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组合 你现在却把这个中生学习 拿来跟特殊教育放在一起 吃风马牛不相及的 完全不同的专业领域 你把它放在一起 因为那是年纪大的老年家的教育 可是中生教育 老人不是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 身心战略教育 跟老人教育 怎么会把它想在一起呢 部长 中生学习跟清廉发展放在一起 就延续起来了 这个你同意吧 特殊教育 他们跟特殊教育界的谈过了 他们可以接受 本期认为特殊教育 应该让他独立成一个师 你过去 你因为打压是特殊教育 让特殊教育没有办法 你去拜托他 他当然会同意你 不会打压 但是特殊教育 多么重要的一个东西 你把它跟中生学习 在那里瓜分资源的时候 那中生学习 要么就会非常的边缘化 要么就会两者平等 无论如何 两个完全不同职能放在一起 我们认为是不适合的 所以本期比较希望的是 未来的组织 对于特殊教育的问题 对于反霸凌的问题 应该在目前 你们送进来的组织体系里面 应该加以补强 这是目前送进来的组织体系里面 本期认为最有争议 而且我最无法认同的两个部分 那这两个部分如果能够好好处理 当然大家还非常关心的是说 你原来的国教师 原来的宗教师 现在整合要到中办去整合 加在一起 其实这也是一个拼装车 那这个结果会变成说 其实属是有执行业务 所以叫属 决策建筑型的 没有 决策还是在师 师才是决策跟政策发展的幕僚 所以你现在把宗教跟国教 这两个东西从师里面取消 拔除了以后 其实青年发展 我觉得青年发展跟中山学习 你让它变成一个属 然后国教你仍然 宗教国教你仍然维持它 因为它事实上是地方权 像国教它事实上是地方权 你把它弄成一个 有执行业务的属 基本上 它的执行业务是不够的 它基本上应该还是一个 政策幕僚的机构 你现在政策幕僚没有国小 没有国教跟没有宗教 未来国教跟宗教 未来国教跟宗教 它要到属下面去的国教科 国教组 国教组跟宗教组 从私将为主 因为只要是国中小教育 是地方政府的教育 所以是为了评装车 因为限述政府 它本身就要管国东小 你又搞错了 因为它是地方政府 所以不能是属 因为执行在地方 所以不能是属 因为是地方政府 所以应该是这个概念 那政策的部分 它一定要私的层次 你才能够禁用到 足够层级的人去发展政策 这个法令的制定 还是在复理的 一个组长去 一个组长跟一个师长 是由谁来掌管 国教跟宗教的政策 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主角几指等啊 组长几指等啊 部长 组长几指等 几层级的这一个政策体系 整个要被矮化一等 如果说组长也矮化一等了 将来整个负责宗教 跟负责国教的政策 研议的这个 你的最首席的 这两个教育部门的 首席幕僚 都变成只是组长而已 不会啦 这个整个政策 你这个署很大 你这个署长要管的很多耶 然后国教 国教只是他管的一个 一个一环 然后宗教也只是他管的一环而已 然后过去呢 国教却是直接是你的 你下级的部署 他直接对你做政策 政策幕僚 你的政策的首席幕僚 然后宗教也 你也有一个政策的首席幕僚 你现在有关于国教跟宗教的幕僚 都已经变成中间还隔了一个署长 而这个署长同时要管国教 要管宗教 还要管你其他的 过去中办的其他的所有的业务 所以本席认为说 其实是太迁就了合并了 太迁就了这个职位了 所以就牺牲了职能了 这一次的整个组织法是 是出了这个问题 本席认为其实是青年 是青府会的工作该变成属了 国教跟宗教 他仍然应该是政策幕僚的私级单位 这个才是正确的 因为青年 你知道青府会的工作都是执行 他们反而不做政策幕僚 因为他的所有相关的政策 都是属于各部份在做的政策 他反而都在办活动 办一些实际执行的工作 比如说青年撞油 比如说青创贷款 这都是实际的工作 你把它变成一个私 你要他去弄青年政策 可是青年政策是跨部会的啊 你反而是国教跟宗教 你应该要有国家的国教政策跟国家的宗教政策 应该在私里面作为你直接所属的首席政策幕僚 你反而把它批到台中去 然后由一个署长去领导的两个组长来做 本席认为这个也是第三个问题 总共有三个大问题 第一个是特教不应该跟中生学习 就搁到菜都 社教书以前就办特教工作了 第二个 全民国防部应该是失陪 要把本席这里提的是 要把这个反霸凌当为是失陪 提升到失陪的层次 提升到失陪的层次 应该要加入这个所谓的学生的辅导 跟这个专业的辅导 跟这个学生的辅导跟管理 这个部分 应该才是放在这个失陪里面 应该要有的一个东西 要把它拉高到失陪 让全国的教师对于反霸凌这个工作 从失陪的最上位的工作开始 就有好的政策跟好的训练出来 整体要提升他们这方面的能力 然后你也可以在失陪体系里面 去管理这一些 我们在上个会期 本席所提案修法通过的 国民教育法 要补充进来的两三千个 所谓的专业辅导人员 还是要把它放进来 你现在是把它打散 本席认为应该要